深巴许家印歌舞团内幕 顺人性做事 逆人性做人 许老板 这个名字一直在社交圈中传颂不衰 作为一位富豪 他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传奇人物 拥有无尽的财富 权力和影响力 他的生活看上去一直金碧辉煌 然而 最近曝光的事件 让人们对他的真实面目产生怀疑 欺诈指控的曝光令人震惊 许老板竟然被指控将公众的钱用于包养情妇 这简直是一个匪夷所思的故事 更加令人震惊的是 许老板所居住的地方竟然是一座金碧辉煌的黄金屋 从楼梯到扶手 再到吊顶 所有的一切都是用纯金打造的 整个屋子都充满着贵族级别的奢华氛围 对于普通人来说 这种生活简直就像是在梦中 然而对于许多人来说 这种奢侈生活却是建立在别人的血汗前之上的 这才是最令人震惊的地方 深入调查揭示了更多的神秘细节 许老板的二姨太居然是恒大集团歌舞团的负责人 而这个歌舞团紧紧供内部欣赏 从不对外演出 作为一个房地产巨头 恒大集团竟然还培养这样一个歌舞团 这实在是匪夷所思 不仅如此 许老板的财富规模也令人咄舌 被估计在数百亿以上 然而这次的曝光事件只是他受到的最轻微的惩罚 那么许老板的财富究竟是如何积累的呢 许老板是一位成功的商业家 拥有自己的商业帝国 广泛涉足多个领域 他的财富主要来自于企业投资和股权收益 他投资了众多有潜力的新兴企业 在他们壮大后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此外 他还在房地产领域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 选择了地段优越的项目 包括商业楼宇 高档住宅和豪华别墅等 这些房地产项目的升值和租金收入 也为许老板带来了巨额财富 同时 许老板也是一位积极参与慈善事业的慈善家 为社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那么 许老板的豪华别墅的内部装修究竟是怎样的呢 奢华的细节令人叹为观止 家具和装饰无不彰显 他对细节的追求 每一个选择和搭配都凝聚着他的独特品味 高端音响设备 最新的4K高清电视和顶级音响 让他和客人能够尽情享受电影的震撼和音乐的魅力 宽敞的花园里 各种珍贵的花草植物点缀其中 为别墅增添了自然之美 每个卧室都拥有独立的卫生间和浴室 为家人和客人提供了私密而舒适的居住空间 别墅内的楼梯采用高质量的木材制作 不仅设计精美 更加保证了安全性 在揭示这位富豪许老板奢华生活的细节时 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巨大的财富和对品位的极致追求 然而 也有一些让人担忧的问题需要思考 例如他的财富是否合法 他的慈善事业是否尽心尽力等等 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以期了解这个传奇人物背后更多的真相 在追求奢华生活的同时 我们也不应忘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以及对他人的尊重与关怀 或许 这也是许老板的生活故事给我们的最大启示 奢华可以令人羡慕 但道德和社会责任同样重要 让我们以许老板的生活为鉴 思考我们自己的生活和价值观 回顾许家印的一生 给我们留下什么启示 回顾一下许家印跌宕起伏的一生 是如何从一无所有到中国首付 又从首付回到一无所有还负债 2.4万亿最终成为阶下囚的转变 我们从中应该吸取什么教训 以及得到什么启示呢 许家印年少时期的励志精神很值得我们去学习 童年的许家印的家境非常贫穷 靠着父亲贩卖自家园子里的柳树来支撑着整个家庭 俗话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 许家印也不例外 为了帮补生计 只要是放假不用上课 他都会跟随父亲到市场上去卖柳树苗 看着父亲与村民讨价还价 聪明的许家印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 从此 经商的种子在他的内心深处生根发芽 1977年 我国正式恢复了高考 这个消息点燃无数年轻人梦想和激情 许家印也和众多怀有梦想的年轻人一样参加了高考 当时学习的环境很艰苦 学校宿舍不够 许家印就住在小屋外 因为家里条件不好 许家印省吃俭用 常常把吃剩下的窝头留到下一顿 结果窝头长没了 他擦去煤斑后再吃 功夫不负有心人 许家印以周口是第三名的优异成绩 被武汉钢铁学院县武汉科技大学录取 许家印的一生也翻开了新的篇章 毕业后 许家印进入了中原石油勘探局工作 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 这是在他日后 创业为什么屡次贷款都总能成功打下了人脉的基础 也为他最终能负债2.4万亿埋下伏笔 改革开放的春风给了怀有创业梦的年轻人 大展拳脚的机会 许家印意识到时机成熟了 于是他决定就是告别武钢铁公司南下创业 创建恒大集团凭借着强大的人脉关系成功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1997年3月 许家印注册了恒大地产有限公司 恒大地产为恒大实业有限公司控股90%的下属子公司 另外10%的股份由广州凯隆公司持有 后来 恒大实业有限公司旗下又增加了恒大钢铁 金币物业等公司 刚成立的恒大地产公司的时候只有8名员工除了拥有一辆小汽车外几乎一无所有 但许家印对公司发展的前景充满信心 对于许家印和恒大地产来说 无钱又想创业做生意 怎么办 最后的办法就是寻找超低价地块 然后办理贷款和分期支付方式得到开发资金 快速开发销售 快速回笼资金 为了尽快找到合适的房地产开发项目 许家印几乎跑遍了广州的每一个角落岛找值得投资的地块 经过反复考察 看中了广州市海珠区工业大道当时的原广州农药厂的地块 也就是后来的金币花园 想在这里开发恒大地产的第一个项目 在当时广州农药厂这地块已经被工商银行的下属企业买下了 后来觉得这地块的区域位置不好 生活设施也跟不上 开发的风险比较大 所以决定并以较低的价格抛售 然而 即使是在低廉的地价 对于刚起步的恒大地产来说 也不是他们能拿得出来的 面对这笔巨资 许家印心生一技 你提出地块价格 我可以不讲价 但是得给我分期付款 强大的人脉关系及公关能力 就是许家印创业之所以能成功的最大原因 不然以当时恒大的实力想办理分期付款 门都没能 最终 对方答应恒大地产分期付款的要求 首期支付500万元 这500万 对于当时许家印来说已经是一笔巨款了 于是许家印找到了银行 这又再一次体现了他人脉关系网的重要性了 拿到了600万的贷款 支付了首期土地使用金500万元后 剩下的100万元留作公司的运营费用 金币花园的开发 完全复制了诸岛花园的小户型模式 许家印知道 小户型易于销售 也便于快速回笼资金 当施工单位完成第一期的施工后 结果只用了半天时间 就卖完了价值8000万元的期房 有了金币花园一期的成功 许家印趁热打铁 继金币花园一期后 又推出了金币花园二期楼盘 二期楼盘共推出252套高层住宅 也在首发当日寿庆 就这样 许家印成功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恒大集团的迅速崛起 在许家印的带领下 恒大集团发展的速度惊人地崛起 2009年 恒大地产在香港上市 成为内地最大的房地产公司之一 随后 恒大集团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扩张 涉足多个领域 如新能源 汽车 体育产业 文化旅游等 恒大集团的业务范围不断扩大 影响力也不断提升 但是让许家印也没有想到的是 当他志得一满的时候 命运的齿轮 也在此刻悄然开始转动 恒大集团从辉煌走到终结 随着规模的不断扩大 恒大集团的隐患也随之慢慢体现出来 首先是债务问题 因为许家印什么都想做 投资的领域比较广 其中包括一些自己不熟悉的领域也会去花重金去投资 这就难免不出现一些战略性的失误了 所以导致恒大集团的负债率不断攀升 给企业的经营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2021年 恒大集团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传言恒大所欠债务高达2.4万亿之多 面对这么庞大的债务 即使是许家印也回天乏术 只能躺平最终走向了破产重组的道路 面对逆境 资本家丑陋的面目表露无遗 尽管许家印曾经是中国首富 也是中国最大的慈善家之一 他曾经被誉为中国首善 受到了社会的广泛赞誉和尊敬 然而 当恒大集团的负债高达2.4万亿元后 如果说刚开始许印还信誓旦旦地发话 要保交楼 还算有点积极的态度 到后来则是完全躺平 只顾自己个人利益 完全放弃解决债务问题的职责 导致了银行 供应商 投资者 购房者等各方的利益受到了严重损害 而许家印早就做好禅脱窍的准备 从恒大集团脱身 从法律上完成了个人财产的保全 不受恒大亏赔之牵连 同时 许家印将其持有的恒大地产集团约6.98%股份转让给了其妻子丁玉梅 又和丁玉梅战术性离婚 目的是许家印已经不再是恒大地产集团最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此外 许家印还通过多种方式将其个人财富转移至境外 据报道 许家印在香港拥有价值约100亿港元约和人民币80亿元的豪宅 其中包括位于深水湾的恒大山庄 位于山顶的恒大豪园等 许家印还通过海外信托等方式 将其在恒大集团的股权和收益转移至境外 更过分的是 他居然申请在美国破产保护 想把国内的债务问题拉到美国司法的平台上 值得图把事情复杂化来保护自己的私有财产 可以说 许家印在恒大集团的债务困难中 完全暴露出了他作为一个资本家的本质 贪婪 自私 无耻 无情 他不仅没有良心发现 反而更加肆无忌惮地损害了国家 社会 相关方等个方面的利益 许家印让我们确定了一件事 资本家只会在顺境中炫耀自己的财富和慈善 而在逆境中逃避自己的债务和义务 资本家只会在平时中吹嘘自己的感恩和情怀 而在困难中暴露自己的贪婪和无情 我们从许家印的身上得到什么启示和教训呢 我认为当前阶段大家要认清三点 第一 抓人容易堵窟窿难 恒大之所以官宣许家印被采取强制措施 那就代表他的存在对目前的局势来讲已经失去意义 但凡许家印能有点用都不会在这个接过眼而马上抓 第二 深究许家印的债务陷阱 那到底背后是谁给他提供了便利 谁给他开了后门 有一个算一个 都别想跑 事情闹到这个地步 不拉出来一帮子出来记其指根本不足以服众 第三 最关键的是 许家印被采取强制措施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风险 会不会进一步转嫁到老百姓身上 既然许家印口中的保交楼成了笑话 那么下一步如何降低购房者的损失 必须要提上日程 各个部门都要往这个方向努力 坚决不能就这么不了了之 让老百姓吃哑巴亏 许家印与恒大集团这几年的所作所为明眼人都能看明白 这帮人把资产留给自己 把债务推给公司 把风险留给社会 长此以往这才有了如今伟大不掉的局面 我们的监管制度肯定问题也不小 我一直认为既然咱们的社会上允许欺房售卖 那有关部门就有义务秉公监管款项以保证楼盘按期交付 你如果无法保证 那根本就不能允许这些欺房去捐钱坑人 老百姓买房子掏空几个钱包 到最后买到烂尾楼住不上却还要还贷款 我就问普通人谁能打得住 许家印的造妇神话结束了 他留给社会的债务是巨大的 留给我们的教训是惨痛的 一个时代就此落幕 有多少百姓在肉食者的劣食局中付出了血和泪的代价 我想说 咱们都是普通老百姓 要为和自己身处同一阶层的大众发声 如果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那么下一轮新的肉食者再来开盘 受害的可能就是我们自己 顺人性做事 逆人性做人 一个人最大的本事 就是会洞穿人性 有人说读鬼谷子 读的不是智谋 读的其实是人性 因为一切谋略 都是基于人性的博弈 古往今来 有人赞美人性 有人利用人性 更有人批判人性 身处这个复杂而凶险的人际社会 就避免不了要与人性接触 有句耳熟能详的话 叫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这句话 实际上就是脱胎于鬼谷子谋略 在鬼谷子百合一文中说百合之道 以阴阳视之 故与扬言者 依崇高 与阴言者 依悲小 以下求小 以高求大 所谓的百合 就是鬼谷子传授给苏秦张仪的纵横游说之术 他们以此分化和拉拢战国时期的弃果 那么百合之道的核心就是从人性的阴阳两面去试探游说 比如和光明磊落的人 要从崇高正义的角度切入 和狡诈贪婪的人 就要从微小的利益出发 总而言之 就是顺应对方的人性去沟通处理 才能获取你想要的结果 其实 不管是鬼谷子谋略也好 还是历史上其他的兵法 智谋 都是以人性为出发点 只有顺着人性做事 逆着人性做人 才能事半功倍 成就自我 为什么说鬼谷子讲的不是智谋 而是人性 因为城市的关键 往往不在于聪明才智 而在于对人性的驾驭 一个人就算才智超群 但如果他不懂人性 注定只能失败 比如说东汉末年 袁绍手下有位很厉害的谋士 叫田锋 田锋建议袁绍出兵的时候 袁绍因为儿子生病而错失了机会 田锋很生气 当着众人的面感叹 如此良机 竟因为小孩子的事而错过 袁绍知道以后 觉得自己很没面子 故意疏远田锋 不久之后 袁绍决定出兵征战 田锋却又再三劝阻 还说此时出兵必败无疑 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 这句话让刚愎自用 自尊心极强的袁绍一场恼怒 他干脆下令将田锋关进大牢 执意带兵出征 结果 袁绍果然大败 就当所有人都认为田锋会得到重用的时候 没想到 他却被袁绍处死 那么田锋明明才治过人 而且给袁绍的建议也都正确 为什么却落了个被杀的下场 错就错在他不懂人性 袁绍错过出兵的机会 田锋当众惋惜感慨 已经伤了袁绍作为领导者的面子 袁绍第二次执意出兵大败而归 更是让田锋的聪明才治 衬托了自己的愚蠢与错误 使得袁绍彻底恼羞成怒 所以 田锋之死 其实是死于对人性的无知 三国演义中 还有一个才治超群的谋士 杨修 杨修同样是因为不懂人性 而被曹操所杀 同样是谋士 寻忧就身安人性之道 他处处低调 从来不显摆自己的聪明 有了功劳也都推到曹操头上 还经常故意犯点错误 让曹操来批评指正 正因如此 他才被曹操尊为谋主得以善终 其实 寻忧的聪明才智 并不会超过田锋与杨修 但他更懂人性之道 所以才能在保全自我的同时 成就自我 这就是顺着人性做事的结果 为什么要逆着人性做人 因为人性有很多弱点 比如贪财好色 自私自利 如果纵容人性的欲望 人就会变得丑陋与邪恶 充满缺点和弱点 顺着人性做事 其实就是洞悉人性的弱点 一个人想要成就自我 就要减少缺点 避免弱点 所以 越是成功的人 越没有缺点和弱点 越是伟大的人 越懂得怎样和自己的人性对抗 他们不断克制人性阴暗的一面 从而突破人性对自身的束缚 战国时期的苏秦 是鬼谷子最出色的弟子之一 在穷困潦倒之时 他以悬梁刺骨的毅力战胜自我 最终取得身配六国相应的辉煌成就 在儒家思想里 存天理 灭人欲是非常重要的修身理念 其中的灭人欲 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要逆着 人性做人 说到底 如果读懂别人身上的人性 就能驾驭他人事半功倍 读懂自己身上的人性 就能不断完善自我成就自我 所以说 读懂人性 洞穿人性 才是一个人最大的本事 写作是修心之道 愿与您共享智慧 无需回报 点赞与分享是最好的支持 让我们一同积累福报 感恩相伴